国信乡老年人口比率已超过18% 若是独居长辈逐年增加 为减少高龄老人摧食的危险及购物之不便 国信乡公所推动老人集中用餐加值服务计划 这项计划也获得善心企业组的认同 特别加值寄注了200万元的经费 并于南港社区活动中心举行捐赠仪式 预计全乡每月有920人次的社区长辈可获得服务 这个计划是在我上任后五天刚好遇到元旦 老人送餐这可以让我们子弟在外 他的父母亲能够有一个地方有可以去处 同时也可以解决他部分餐食的问题 江博士听了之后只要我任内每年他都会 捐赠50万来给我们国信乡各社区 只要你愿意为老人制作餐点或者是送餐 他都会愿意来补助 目前社区关怀据点每周供餐的天数是1至2天 今年起推动加值服务后 每周用餐天数可再增加一天 老人家一起用餐联络感情之外也能吃得饱吃得好 长辈得知集中用餐服务获得金元加码 高兴得何不容嘴 今天非常欢迎可以在国险凌演乡完成今日会想码 用到我们国险集中有机会 与助唱权表输'll go 和国险 нам avoir一个社区的発展博台 共同来关心 外社区的老人可以基本上帮助的工作 体制服务国险主席 明年就要賣入地100周年 我們賣入地100周年 我們就在宿台宿地 宿台宿地其中有一項 就是來幫助饑餓的民族 所以說 今天可以配合我們郭先生充僱長 來參與社區的中閨 老人的共產的活動 我們感到非常迎圈 也感到非常快樂 我代表郭特教育集團 今天做一個關懷的活動 也在這裡讓我們社會上 有愛心的企業 有愛心的民族 大家共同來關心我們的社區 這些需要我們尊敬 需要我們關懷 這些中閘 這些老人 不僅說他們共產的問題 包括他們健康的問題 或是說他們的身體 和心靈的問題 都可以透過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讓他們可以說身心靈 都能活得到健康的發展 也用我們的來表 是說過去 他在年輕時代 對我們社會的講憲 對我們社區的講憲 或是說 像我們一代這裡的 要叫做外大人 在這裡感謝郭先生充僱 給我們這個機會 感謝我們各位媒體先進 報徒這次的活動 希望說健康人 共同來關心我們社區 這些中閨 社區這些需要 我們進食活動 關懷的心靈 給我們這些民族 和社會的團體 社區長輩林長生表示 每個禮拜三 禮拜六可以用餐並聚會 菜色非常豐富 營養均衡 而且非常美味 並有提供餐具 讓他們非常方便 我們一個星期兩次 這個菜好吃 那個餐具也都很方便 我們是在這裡 聚會是一禮拜兩天 禮拜三禮拜六 煮的味道好 菜色也都不一樣 藝人 議員吳國昌表示 非常榮幸能參加 照顧關懷據點 用餐加值計畫的捐贈儀式 並肯定民間企業主 抱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善心 來關懷需要幫助的銀髮長輩 也提到年輕人往外發展 無法就近照顧家中長輩 所以每個禮拜兩天 集中這些銀髮長輩 讓他們有一個友善的環境空間用餐 並且讓他們多出來走動 聚會聯誼 也感謝民間企業主的拋磚引玉 期盼各界能共同來關心銀髮長輩 這個活動中心這裡來參加了 我們一百空四年 我們玉達事業集團 來捐贈給我們南港社區 所有的老人 這個關懷據點用餐加值計畫 這個捐贈儀式 那麼國青人特別觀地參加 對我們玉達集團 憑著 抱著 取資於社會 用資於社會 這種精神來關懷 我們這個南港社區的頂部 輸我們的沈沈來感到非常感恩 而且對我們鄉下 尤其南港社區 港元社區這方面 我們這個老人他們的身體都非常健康 但是他們的主力 年輕人都往外發展 所以說他們這個老年會比較無聊 這禮拜他們利用兩天的時間來集中 在我們社區和中心來用餐 讓他們的心情貼回 我們的社會有愛 這個人甘的情 讓他們老人跟老人 老人搬 可以在這兒互動 來過到他們的退休的生活 也讓他們的感覺 生活過去結真的穿實 讓我們的政府 對這個區塊 我們管府 可以說對老人用餐 關火的氣墊 本來就真的注重 而且現在加上 我們的社會上的 我們所有的企業 全身人數 他們來任養 他們來把這些老人來加菜 來關心他們 可以說更好的一個議局 這樣 國請你好好 所有的企業 社會優心的人 人數 都可以來做到我們 育達社會集團 這個動作 有拋磚引益的作用 會更多人 來關懷我們的 增加才的老人 來關懷他們的生活 來關懷他們的健康 這是我們未來共同 要努力的這個目標 鄉長邱普申 宣布明年 長福社區 將加入老人用餐計畫 估計八個社區的餐費 即將突破五十萬元補助 一年將有四個月的空窗期 而育達文教基金會表示 將會研究提高額度 因為那個邱鄉長的這個 把關嘛 那個社區活動做得非常熱絡 尤其是他們每個媽媽 還有爸爸 他們對自己的這個餐 非常用心 而且做得很踏實 看得很感動 我們育達文教基金會 因為有江董事長他在做主職 我們每年都會有很多單位 不只是我們國姓 我們全國各地有度假村好幾個 在度假村周邊 像墾丁或者花蓮 我們都有相關的這個 對社會服務的這個項目 在基金會裡面 我們會開理事會 董事會 我們像今天我看的情形 我非常感動 回去我會向董事長報告 向董事會報告 我們來佐亮 是不是能夠再增加 這樣子 年輕人出外打拚 老人共餐服務職的推廣 期盼各界能共同來關心 銀髮長輩 落實在地老化健康老化理念 據我所知 今天我們博士的泡妝女運 然後也讓我們的社區的媽媽們 也發揮他們的志工 就是愛心志工 就來發揮他們的愛心 來社區幫忙烹飪這些中餐 讓我們的阿公阿嬤享受 那也得到外界有一些善心人士的認同 所以也就是會多少的幫我們贊助獎 那個餐費的金額 所以目前據我所知 我們的港元社區原本是只提供一天的老人用餐 目前已經在增加為兩天的老人用餐 所以很感謝我們博士的泡妝影域 然後讓社會各界人士一同參與 另外國姓甘霖社區關懷據點 成立雖然不到兩年時間 在社區居民和志工團隊等齊心努力之下 在104年度關懷據點評鑑中獲得優等的佳績 目前服務近30位長輩 透過定期的關懷仿飾 健康促進 才藝學習 集中用餐等各項服務 來落實對社區長輩的在地化照顧 我們甘霖社區成立關懷據點 才短短的一年半的時間 我們經過兩次的評鑑 在今年評鑑的時候已經拿到優等的評鑑成績 是對我們甘霖社區是相當大的鼓勵 然後我們在辦理這個關懷據點 就是針對65歲以上的老人家 而且跟很多我們社區裡面的獨居老人 我們都會一一的跟他再來我們社區裡面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五 都有整天的活動 我們又供應午餐 然後對於社區裡面的老人家 我們都志工們都照顧得無為福祉 現在我們這些長輩來到我們社區裡面 照顧關懷據點 就是做一些健康的 基本的健康的量血壓 量耳溫量體重 然後供應午餐 然後還有做一些活動 譬如說做健身操 然後下午的時候有空就是可以唱唱卡拉OK 然後就是完了之後就是可以 就用志工們都是用車輛來接送這些老人家 是對於這些健康然後長壽 然後對於生活上沒有壓力 就是一般的不會像說老人家就孤獨的待在家裡面 我們把它集中在社區裡面 社區來就是可以對老人家的身心健康都有所幫助的 長輩們分工合作 把醃好的鳳梨放入罐子 幹離社區主要生產琵琶、竹筍及鳳梨等農作物 又到了鳳梨盛產的季節 社區利用農村再生計畫經費補助 教導長輩們製作加工品 讓長輩們可以多學習一項技能 藉此也提升農產品的加工新價值 這是農村再生的農產品加工 要讓社區帶動我們的農產 讓社區可以多一些收入 讓我們做出來的時候比較不好 我們可以收入給農民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 雷網修的時候我們做雷網館 在外出的時候我們做雷網館 在外出的時候我們做雷網館 雷網館 在外出的時候我們做雷網館 在外出的時候我們可以做雷網館 做雷網館 雷網館 雷網館 要生的 要煮魚的 要煮什麼吃的 都可以 都可以做雷網館 甘霖社區屬於農業型社區 居民大多以務農為主 自從開辦關懷據點後 長輩們多了一處休閒和學習的好去處 共同在據點裡生活及學習 讓生活擁有重心與心的意義 大家聚在一起感覺無限的快樂 還有增加很多知識 各人的知識不一樣 各人知道的東西也不一樣 所以來到這邊說大家 東講講西講講就在一起了 就知道什麼事情了這樣子 今天我們就是做這個鳳梨的醬汁 跟那個飲那個酒這樣子 冬天來的這個年紀都大了 給他喝一點 補一補身體 副議長潘映泉表示 藉由社區關懷據點的推動 提供測量血壓 安排各項課程 活絡引發長輩身心靈 希望老人家們都能夠 持續參加據點活動 促進健康 快樂學習 民意新聞 宏一輪 莊明君 專題採訪報導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